就是因情況而定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彈那個也可以彈那個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到七十頁是 左手十度音程和和弦轉位變化 這個就是 就是 DO MI SO 然後 MI SO DO MI SO 它解釋就是 C over E 就是 1st 轉位 然後是 C over G 是 SO DO MI 然後他的十度是 你可以彈左手是 DO MI SO 或者是 DO MI SO E 或者是右手彈 DO MI SO 左手彈 E 就等於 C over E C over E 我們有講過的 就是右手彈 C 左手彈 E 那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它的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他都寫在這裡了 他的十度你也可以試試看 他的跨度很大 你的左手會很 busy 所以其實這些我們都介紹給同學們 但是我自己是不是常常用 我不一定常常用這些 我不一定常常用這些 我最常用的還是注釋啊 然後呢 運用分解來做插音 還有爬音 我會常常用這些 在靜拜的十度裡面 更多運用的是這些 那這個的話 你說那我為什麼要知道這些呢 那你還是要知道 因為他是在音樂的領域裡面 你對於特別是初學的人 你要從這個開始 對吧 你才會曉得 往前這個 往前走是怎麼樣 剛剛也有同學們跟我講 就是上完我們這個課 你不要就這樣算了 有同學說 那我要再晉升 我想要到 higher level I guarantee you 你上完這個課 你就自己去看 這個YouTube裡面的視頻 你就看懂了 但是你沒上這個課 你看不懂的 所以你上完這個課 你再下去看那個 陳偉業老師的視頻 你就會看懂 你就可以晉升你自己的skill 晉升你自己的這個技能 然後一直往上走 甚至於你再去找個老師都可以 都沒問題了 好 到七十一頁的話呢 這邊就講到就是 A B 節奏左手分解和和弦伴奏 然後他這個 第一大類型的律動型設計 就是分類 前面我就不講了 他就是從中間開始 他有伴奏法A 就是我們叫做 對 然後AM DM DM G7 他都寫出來給你 所以基本上你要是要想知道 是怎麼回事 C調的話 他都寫給你 就是這樣的彈奏方式 然後像七十一頁最下面 就是C at night 他是 就是 C at night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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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聽喔 他都是左手的 對 他都是左手的 他都是左手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用這首歌 就很好聽 這是哪一頁的歌 這是我一聲要讚美你 我一聲要讚美你 你可以寫一個那兒在旁邊 那個歌可以用這個形態 師母這個的這個 剛才您談的那個指法 那個Miso是再轉過來嗎 用哪個手指 你看七十一頁最下面那一項 他就是他那邊有寫指法 哦 轉出直接往上走 對吧 他是不是有寫指法 是不是沒有指法 沒有指法 OK 對 我最想 doso do re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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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三個咩 迷送 這樣彈 有什麼都沒禮送 這個就是 來一定要有三十 對 要有三十就彈開 對對對 要不然還得倒著一次 對 一次倒 是不是啊 對 還得跨著啊 還得跨著 它每一個都是這樣 這樣子轉 每一個都是這樣轉 對 每一個都是這樣轉 然後到七十二頁第一條 七十二頁第一條 鼓勵二十二四 所以這個它等於把它 前面的講過的把它拆開來 我來寫給你看 我的心 充滿歡喜 抗拒我雙手 我來寫給你 我來寫給你 好 這是七十二頁最上面那一行 用也是那個方 還是這首歌喔 好 七十二頁下面 倒數第二行 哇 這很複雜了 很複雜 很複雜 對 倒數 倒咪 鬆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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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可以 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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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右手可以手彈嗎 啊 對 你右手你就只能彈一個 跟一 或者是彈一個和弦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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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easy 我們很少會用到這個 很少會用到這個 但是是可以用到的 所以 什麼歌呢 啊 它和弦 當唱唱 好 太 easy 現在 我就講 我們在北京的時候 有一個 職業的歌手 他有一支敬拜手 就這樣 左手彈 右手 一邊彈一邊 站給左 他就這樣 站給左手 哈哈 所以 你右手不彈 就舉手就站 對 左手 老師 教我們一下這個 吃法 師父 教我們一下這個 這個 右手 還那個 左手 都比 左手 動機 那麼 右手 右手 一彈 他 小 一邊 他一邊 我刚才就要先插点 对不对 讲第二是一粒吗 变成这样 第二个都是五 第二个是一 第一个是一 执法 这在讲第几个执法呀 就是讲那个断除法 七十二页倒数第二号 第二十三 二十三是吗 七十二页 二十三号 OK 我们要自己摸索 且摸索 对 收 收 对 这应该是一 是的 二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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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ètement 一 一 不 一 一 一 这 68页 就是3页 3页 也有忙到的 对 所以我们是72页 倒数第二行 72页最后一行是 这些人 是 带着 每一 我的一切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老师我没有问题 就是 那你的右手是在中央四季上面吗? 因为这两个如果你左手跨度特别大的话 你这边会打架的 哦我没有我的左手是在那边 我问我师母的左手可以扔右手 让我让你这两个 中央四季在这里 我的左手是在这里的 右手给左手让 我通常都是左手在这边 然后中央四季在这边 通常是这样 左手一定是低的八度 像A呀B呀那种 就很难逼 A什么的 那接着上的师母说是让出来 让出来 对 那会不会太低 对 不会不会 你刚刚听的吗 你刚刚听的你觉得很低吗 那如果是我的右手提高八度 从中央四季往右走八度 然后 然后 左手是在 这个 中央四季 左边的 中央四季 中央四季 这样会不会太高 太高了 太高了是吧 右手太高了 对 这样手最舒服 这样手最舒服 在正中央 对 因为你听起来 你会觉得好像 有点高 对 所以这就是 自己要感受一下 对 然后那个指法 就刚才那个 Dou so do mi so mi do mi 那个 你看你写到了那个 Dou so do mi so 然后 mi do mi 那个时候是 是手是 是 那个 mi是用第五指吗 这个 这个 那个 再往后面走 Dou so do mi 转过来 So mi do mi 是五是吧 对啊 是五哈 OK 又回到五了 OK 好的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是 是 是 刚才好 是说应该从这个 最左边的这个 C里面开始的话 但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从这个 就是在中央C 另一个 一个吧 对 还是从这个 还是从这个 再拉一点 我是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 对 对 对 因为它要十度 十度是跨别很大的 十度的 这个 这个十度伴奏法 要离中央C 稍微远一点 因为它跨度很大 是不是 两个手 离得越远 效果越好吗 不能这样说 只能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 十度伴奏 对 所以你自己就知道说 它的起 你的开头就从这边开始 会比较好 用手尽量再来 对 对 对 十度伴奏是哪来的呢 那十度就是 躲到咪尽间的关系 不是谁规定我 没有 没有 十度伴奏是 躲到咪的关系 那个怎么数出来 躲到咪 对吧 你数了 这个 躲到咪 这个躲到咪 这就是十度 就是说 为什么不可以 比如说 就在左边八度 如果不打架的话 也可以啊 也是十度 如果不打架的问题 那就说 从哪个C开就好了 会选择哪个C开始吧 当然是第一个吧 第一个C的 就是中央C下面 再一个D 就是最好的 这边C也开始了 这个是考虑的了 你的A的不然中间 这也开始了 你A可能会回来这里了 所以F F跟G也要考虑那个 F跟G可能在这也开始 或者你这也开始了 主要还是打不打架 唯一才听 也没关系 其实主要是 好不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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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不出来 那个不纳维的话 太低了 就脏了 对对对 就脏了 就脏了 不纳维的话 就是脏了 太低了 太串了 不好听 好 72页讲完 然后到 要讲到第几页 73页 73页就是另外一个鼓励 就是 每一个小节 两个不同的和弦 那就不能 有其他 对啊 他这个就是 这个等于就是 好像和弦进程一样 但和弦进程应该是 和弦进程还不会那么 不是 他就说这个一个小节 如果是两个和弦的话 就不能用前面 抖手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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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因为他要 要四拍的 只要两拍的话 就只能回到 抖手抖手了 回到抖手抖手了 抖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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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其實像這個介紹 應該在介紹那個 談那個小小的夢想之前就介紹這個 可能他們還可以聽到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暈的 我覺得 其實也是暈的 暈的 基本的 洛索都沒轉過 你就 挑了這個來的時候 你就 還是暈了 OK 這只有洛索都和洛索都被收敏 這兩個都會了 才說那個就能夠 然後就到第七十四頁 複合分數和弦 這個我們好像之前講過 沒有講過 這個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這個要準備講 這個考試要考的 哦 因為這個方式說的一樣 不先不看那個講義 我舉個例子 有一些很複雜的 比方說 F major 9 9 9和弦 拿幾個音 9和弦幾個音 9和弦幾個音 4的音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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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分呢? 對,沒錯,左右分 你去看這個是什麼 F C C 你可以把它 用 C 右手C 左手F 右手彈C 左手彈F 和弦 和弦 左手彈 總之你拆開了 把他多,我們都可以分開 簡單來說就把這個很複雜的 或者十一和弦那種很多手指 把它拆開 拆成兩個 你能彈的 他不會這樣寫 C 好像是等於 類似於 C 你可以彈 你可以彈 你彈這邊 分開 你可以合著 轉位也可以 只要你彈出來 轉位可以讓一讓 這個可以讓一讓 後來轉位 你彈這邊 把一些很複雜 變得多 很多齒的 和弦 分開 兩個來做 你這樣 你這個聽起來會有點不一樣 你試試看就知道 彈你說多 然後彈F 或彈抖你說 不一樣 都不一樣 會不一樣 那這樣的話 如果抖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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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你說 抖你說還是誰 那就是兩個 一樣開一點 重合一下 左手就不彈一了 左手就不彈多了 只彈四六 對 這就這樣 對 可以 就得自己試 聽起來怪怪的 對 但是這種我們會常用到的 比如說C over E F over G 這常常用到的 常常用到 那時候要你 可以怎麼彈 我啊 我要是 要是這個C over F 那我 不是不是 F major 9 F major 9 對啊 就是這個 那我就是 剛剛講 左手 左手彈 你如果說全部都要彈到 我可能左手 右手彈 抖你手 左手彈 法拉 或者將其法 然後 然後 左手彈 拉 抖你手 就是 左手啊 左手彈這個 彈這個 右手彈 拉抖你手 哦 左手只彈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換個字 然後這一個 就彈右手 因為我右手比較靈活 我就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是 這種常常都會用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 這種常常都會用到的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七十四頁 對 要把它落實到堂上面 對 要把它落實到堂上面 七十四頁 講完下一個是什麼 沒有 沒了 講完了今天 五回 基本上都講完了 下個禮拜 就是 它那個 踏板的原因 還有那個什麼 踏板的原因 還有其他 要講到講完 那什麼 踏板這個 也是 鋼琴 是 鋼琴 踏板的原因 還有剪音 對 對 有踏板的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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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禮拜 可能講的不多 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 最後一次的Q&A 多一點問題 然後再指導 就是說 我們看你們 談得太少了 對 對 我們多看你們談 那我問你以後 畢業了 還想問問去怎麼辦 就問吧 再取你的問題 挺會保留 OK 挺會保留的 學會逼我兩頁 用你的女生來 哈哈哈 這永遠不會 LIFE TIME WARRANTY 哈哈 LIFE TIME WARRANTY 中生保修 中生保修 真的 中生保修 對 所以 對 所以 同學們盡量 還有像他們有同學說 哦 這裡面有好多歌 我還不會唱 來 或是什麼歌 我不會唱 你可不可以彈給我啊 還可以參加第一次 對 好 是遊戲 來 來 這個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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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倆的意思是74年 還是74年 還是74年 對 我們就剛才這意思吧 Cmaj7 他拆成 Domiso C 那你就可以分成兩個來談 分成左 對 這個 Cmaj7 對啊 對 Domiso C 然後你就可以分成 這個Emiler 這個是C 你就把它Emiler 我把C 你看 就是這個意思一樣 它是分解的 他還是說你這首同時 這個 如果弦弦的意思 一起彈分解 總之你 這四個音出來 它都是這個Cmaj7 但是 有時候可能聽起來不好聽 你就要 分調 對 對 分解 或者一起上去也可以 總之你這四個音都出來了 對不對 你這樣彈 Emiler over C的話 左手C 右手Em 這四個音都出來了 出來 它就是這個Cmaj7 對 或者你想彈得滿一點 你就右手彈 Domiso C 右手 左手彈C 對 就全部都出來了 因為你彈的越多 它就越滿 聽的就越豐滿 這四個音還好啦 如果這九個音 這五個音 六個音的話 你根本就沒辦法 一定要分開來彈 是 對 特別是十一的那種和諧 分開來彈的時候 是不是靠的近一點更好 對 左手跟右手靠的近一點更好 對 分開 靠的近與不近 就是你自己的感覺 呵呵呵 因為都是一樣的音 對 但是你把它分開來 你變成空荒 但是你把它分開來 你變成空荒 一個很高 一個很低 一個很高 一個很低 我現在彈啊 你的感覺就不一樣 對不對 就不一樣 對 所以要 這個就是感覺不一樣 對 好 加油大家 還有一堂課 這個叫考試的 哇 哇 哇 好不容易哦 所以基本上 我們已經都交了 你要有問題 你一定要想 下一次 是一定要來問 一定要問問題 好嗎 我要回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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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還是要做 所以 你一定要要做 所有的空荒 你要自己做 那個 那個 我現在聽過是講 他沒有說要補課 一定要把他盡量 補課 他們補課 他們補課 就上課的呀 他們還要上課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沒有補課 不是啊 上次補課